我們再來談談這個後宮 到底有沒有跟高皇安住在一起 他所住的豪宅 又有沒有對價關係 有沒有土利廠商 那麼在之前呢 高皇安自己都承認 他們住在一起 他是為了保護個人隱私 所以我們也去住宿舍 那我們希望有一個自己的空間 現在又說沒住在一起 現在大家又在爆料說 這個屋主呢 其實跟建商關係匪淺 原知 對 沒有錯 這個屋主呢 他是一個零 據說是一個零姓太太 他非常的熱心 林太太 他非常熱心的去買了 趕快跟建商的買這個房子 然後花了好幾百萬去裝潢 然後火速的 把這個房子租給了李宗廷 那這個過程 讓大家覺得說 你也太貼心了 人家高皇安是12月25號來就職 你立刻就幫他打點 幫李宗廷打點這個房市 實在是太貼心 然後他的背景是什麼呢 他的背景被人家發現 原來他是做 非常多建商的關係 對 這個我們來看一下 這些建商呢 很多家嘛 他有什麼保新資產管理公司的負責人 他是福娟建設 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他是高登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創辦人 另外呢 還是全宣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的監察人 所以 屋主其實跟建商脫離不了關係 對 而且他的背景 他這些關係 他這些負責人 他都屬於一個建設公司 叫倉意建設 我補充注意看 因為這個案子 就是說 他們現在住的回建築 那倉意建設是用另外一家瑞宣公司 名義去蓋他的房子 所以瑞宣是他的 那另外這在倉意的官網上面可以看到全宣建設開發公司 他說成立於民國九十四年 然後負責土地開發跟住宅跟大樓的管理 所以等於全宣瑞宣都告訴你是倉意建設集團下面的公司的名稱 所以他們都是倉意下面的 那你就注意一件事情 我剛剛為什麼提到瑞宣 是瑞宣跟全宣 是因為在他們所住的回建築的八樓只有兩戶 八樓的兩戶一戶登記在這個 登記在全宣建設的名字下面 所以他本來就是倉意的公司嘛 所以全宣建設在上面大家可以看得到 那另外一戶就是原資剛剛所說的 一戶登記在林姓自然人林太太林小姐的名字下面 但是這位林太太 又是你剛剛看到的全宣建設 他的什麼呢 他的監察人 所以你就可以發現 大家其實原來都是自己人 原來大家都是一家人 那林姓屋主現在又被爆料說 根本就是綠營的金主啊 這個問題 今天早上民進黨議員做了一個表格 其實就是這一張啦 這張其實是民進黨做出來了 他說挖到了新竹大祕寶 民車豪宅建商養 市長情人白手套 說這一個這些保薪資產 浮宣建設 高登國際 全部都是倉意建設這家大公司的 這個建商 他問題在你去地方問一下 倉意背後是誰啊 倉意背後是誰 倉意背後的金主就是跟民進黨有關的啊 他們知道董娘叫什麼 叫陳淑莉 然後他們家媳婦叫李妍惠 李妍惠我們政治圈好像很耳熟啊 民進黨中央黨部發言人李妍惠 同名同姓 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個人 我們可以問一下 民進黨的中央黨部發言人 你們家或者同名同姓的你們家 到底這些倉意建設旗下 這麼多的子公司 跟高宏安到底什麼關係 跟民進黨又是什麼關係 如果你要做這樣的指控 我們就要就來挖挖挖 好 來 會不會是回力標啊 現在掃燈來民進黨 不過這個這個我可以 國民黨要做這個指控 要確定 倉意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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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媳婦叫李妍惠 請你們搞清楚 所以這是一個烏龍爆料 倉意建設的老闆叫做楊玉泉 楊玉泉沒有一個媳婦叫做李妍惠 那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這個 因為李妍惠的公公是楊玉泉的哥哥 他們很早以前兩邊就分房分開了 而且兩邊其實聽說有些不太愉快 所以李妍惠這一支的建商是什麼呢 是倉和建設 他的公公 所以倉意建設跟倉和建設 是兩家完全不同的建商 所以兩邊其實後來 因為不合之後就各走各路 所以 他們家還是有這些相關家族產業 只是說他們分家之後 這支到底是不是一個分家 他們都是有錢 但他還是有關係啊 關黑公的情策 關黑公的情策 來 我們回到新聞來看好不好 新聞也特別在今天大篇幅報導了 說 轟高鴻鞍扯出建商 就有人說 這個建商的創辦人是他公公 他公公講的就是剛才的理念慧 他說打到自己綠營的金主嗎 楊玉泉啦 楊玉泉 到底怎麼回事來 跟我請測 來 楊玉泉就是倉意建設 另外一個叫做倉和 倉和是楊玉泉 就是弟弟 另外一個叫倉和 那倉和的媳婦叫李玉泉 那你說李玉泉跟這個楊玉泉的倉意 有沒有關係 那應該叫做他們的什麼 叫做他們爸爸的哥哥 那要怎麼叫 他們爸爸的哥哥 不是 他們公公的哥哥 那李玉泉有關係 當然也有關係啊 是不是綠營的金主 是不是綠營的金主 好 要講金主是不是 那就來囉 就倉意跟倉和 相關所有企業 全部捐的這些名單 全部列出來 就知道誰是捐出來 所以國民黨要打這個 大家要務好清楚 先吵好清楚 跟他說這件事 重點是這個倉意集團 有沒有是綠營的大金主 去年二零二二年的地方選舉 整個倉意集團 總共捐助了民進黨 跟民進黨的候選人 七百七十二萬元 僅次於全揚 這是民進黨的大金主 這個政治獻金都查得到 所以同樣的 不管李玉泉 跟他們公公 楊玉泉 還有他們分家有什麼關係 除了個人沒有去查有沒有捐高峰安 或者是捐國民黨總共多少錢 你給他拿一個民進黨七百多 國民黨多少 你給他去查 你沒有查 你沒有查 你要講就一次講 所以我們現在講的就是 你不能只想一個 我現在講的就是 民進黨現在竟然發這個關係 你要等兩個就要說 對啊 可以跟他講一個 這樣聽到好不好 但我現在講的是 民進黨竟然要說 這些子公司背後 通通都是倉意 那倉意跟民進黨自己的關係 所以我沒有在攻擊民進黨 你不要緊張 我要說的是 民進黨的發言人 敢這樣子監督他們家的金主 我覺得這是好事 這是好事 所以你不要緊張 我沒有在攻擊你 不要緊張 我們只是希望說 這些建商跟政黨的關係 要查清楚 你這樣影射是不是 我沒有影射 這個都查到 基泰捐了很多人給議員 但是如果今天蔣萬安 住在基泰捐的房子 那合理嗎 現在是談高雯安 住在這個建商的房子裡面 那個對價關係太明顯 所以我們現在就離開 行政權 不是議會的監督權而已 我現在沒有在幫高雯安講話 我現在說的是 既然大家要扯背後 這些建商的背景 我們就要把這些政商的關係 全部理清楚 我們又要幫高雯安護航 大家不要緊張好嗎 來 仁俊 我覺得我都比他適合當發言人 他後面應該要補一句說 我們郭董 就不會擔心建商這種事 你要補一句 因為郭台銘他說他不炒房地產 這真的 他很堅持他不炒房地產 重點是這些事情 到底跟我們談論高雯安 有什麼關係 因為今天要談論這些 這一題是民進黨自己挑起來的 我已經幫你當了討論 所以你現在可以先冷靜一點 就是說這整件事情 是不是清楚 就有點像是基泰 當時人家自己講說 基泰有沒有捐錢 去給什麼王洪會什麼 是一樣的 國民黨認為說這是兩件事 對 而且王洪會是敢監督基派的 你也不是國民黨 我就不用在這件事情扯 就是說大家對這件事情的態度 其實很簡單 他合法的捐政治獻金 這件事情沒有人要去亂打 所以不是說 我們通通來檢視他要捐給誰 我覺得沒有任何的意義 回到了這件事情 高雄安他作為一個行政 一個行政首長 他是握有公權力 他有行政權力 未來就算郭台銘有幸當上總統 不好意思一樣這樣監督 所以你現在會講得很大聲說 因為我有錢 所以我不用擔心建商 那是你的公還沒有問題 我們就回來看高雄安就好 高雄安今天最大的紛爭 我講最白 他現在大 他現在硬的 他現在坐的 很多都不是自己的東西 就這麼白 我沒有說他去白吃白喝 他用都不是自己的東西 他今天要去證明講說 沒有 我沒有白吃白喝 所以我今天我有出示一個匯款單 我男朋友也沒有白吃白喝 白住 我們有一個匯款 把東西都碼掉 那也沒有問題 是他的狀況 可是我完全贊成 剛剛易三兄所講的 今天是因為高雄安 他握有行政權力 所以大家在這件事情上會覺得 如果今天講說 打什麼綠營的金主 人家要打他 他要打他自己的什麼 那是他的事 這個跟檢視有什麼關係 這沒有什麼檢視的問題 合法 如果不合法 我贊成完完全把它揪出來 如果沒有 我們就回到這件事很單純 高雄安在這件事情上 他為什麼今天要道歉 他也知道問題 不是只有拿法盧 你有本事今天在出來講說 我沒違法 你去告啊 你知道嗎 他不敢 所以我覺得這個綠營 我老實講 這就要打誤這一戰 你要檢視誰 我都沒有意見 但他是不是我們今天解決問題的核心 真的假裝 你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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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今天 你不敢